男人居然在自己的头顶上种水稻 还扬言要做印度水稻之父 宇宙第一 周围的人说他是狗熊按键盘 乱弹琴 而他却不屑一顾 这一种就是四十年 话说天下怪事千千万 三哥家里占一半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为毛在头上种水稻 在一个古老的寺庙里 有一个古怪的苦行僧 别人修行都是参禅打坐 可他却偏偏在让自己头 变成青青河边草 种出一大把水稻 问他是不是平时吃的太饱 他说这是为了修行 这可不是凡人做得道 只有他这样的天选之子 才能干出不是人干的事 他还说 他头顶这一亩水稻不用土 不用肥 浇水集成爱谁谁 说吧就要展示细节 当他把发带解开的那一刹那 一股极其强大的捍卫纸冲天灵盖 这让人不得不感叹 这四十年的捍卫陈酿 还真不白给 只见稻草的根系 已经和结成顶状的头发盘结在一起 而高僧为了保证这些水稻的生长 需要不停地给头顶浇水 并且晚上睡觉也不能躺下 只能保持坐姿 对于头顶上这一亩水稻 高僧看得比性命还重要 是万万不会让人摸的 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允许碰了 他可是会教你做人的 高僧说了 自打在头上种上水稻 他的头不痒了 身体好了 一口气上五楼 气都不带喘的 腰不酸了 腿不痛了 吃妈妈香 最后 小编想给这高僧提两句建议 现在的水稻还是不够原生态 下一次最好往里面扔点马黄和罗 这才是道法自然 这真是三哥世界真奇妙 头顶水到清又高 旁人一碰他要怒 此等修行不要笑